好,这节课我们来讲解简书这个网站头部区块的代码编写 我们可以看到在首页上,包括在列表页面上,甚至在这个文章页面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头部区块 所以这节课呢,我们来带大家做一下头部区块的编写 我们主要做一下它的布局 之前呢,我们写了一个Hello World,那么现在呢,大家要跟着我一起来进行头部区块其他地方的编码了 我们打开我们的项目 首先呢,我们在src目录下打开index.js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程序的入口,我们不用去管它 我们打开app.js 这里面,是我们页面的一个主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我们在这里写了一个Hello World,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个改写 首先,我在我的src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common 为什么叫common呢? 因为我们要写的header头部的区块,是很多页面都要共用的一个区块 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公共的文件夹里去管理 在这里面,我们再创建一个folder,叫做header 好,在header里面,我们创建一个index.js文件 这个index.js文件,指的就是header头部的这个组件 我们来定义一个react的组件 importreact component component from react class header extends component ok,render函数要写 我们return一个jsx出去 比如说我们就叫做header 好,千万不要忘了,当你写完组件之后啊 一定记得要export default出去这个组件 当我们把这个组件 编写完成并导出去了呢 我们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去引用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啊 export default header 应该没问题 接着我们回到我们的app.js文件里面 在这儿,我引入header这个组件 怎么引呢?import header from当前目录下的 common文件夹下的header目录下的index.js这个文件 当然呢,如果在目录下你引入index.js文件 你完全可以不写这个路径 也是ok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 当你访问app这个组件的时候啊 我让它渲染什么呢? 我让它先把这个header组件给渲染出来 我们保存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逻辑就是 我的这个入口文件引入app这个大组件 app这个大组件里面 又去引入了header这个组件 然后去显示header这个组件 header组件里面呢 就显示一个header这样的文本 我们到网页上来看啊 它会提示header这块有问题 错在哪呢? 我们到代码里面去改一下 这一块我们少了一个反斜杠 好,加上反斜杠 我们再到页面 它会提示这里还有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return 好,return这块呢 不应该写成这个 花口号应该是小口号 保存一下 再来看 这个时候header就显示出来了 那么很显然 我要做的header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文本 我要做和这块一样的一个header区块 那怎么做呢?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 在header目录下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stile.gs 看到这个文件 大家也应该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了 我要去写一些CSS的样式 做页面的布局了 那么我们来看 之前呢 我们使用了stile的components 做了全局的一些样式 在这个组件里面 也就是在header这个组件里呢 其实我写的样式 只有header这个组件自己来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样式该怎么写呢 我们这么来写 importstile的fromstile的components 然后我们定一个变量 constheaderwrapper等于stile的.div 好 同学们可能看不太懂 没关系 我先把它写完来进行讲解 这里呢 我写一个wise 或者呢 我这可以不写wise百分百 因为它是一个div啊 我们写一个height 56px background red OK 顺便我把它导出出去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创建这样的一个组件 叫做headerwrapper 它呢 这个组件其实就是一个div 大家看 stile的 它是由谁创建的呢 是由stile的components 这个工具创建出的一个组件 本质上它就是一个div标签 这个标签上呢 会有高度 会有背景色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headerwrapper 这样的组件 它带有了一些样式 然后我把这个组件导出出来 接着 在header里面 我们就可以引入这个样式组件了 import 什么呢 我们这样来写 我们引入的这个组件叫做headerwrapper 所以我们在这写headerwrapper from哪里呢 from当前目录下的stile.js 当然.js文件 后准你可以不写 好 引入了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div标签 上面带有一些样式 那么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去使用这个组件了 大家看 我用headerwrapper 来去包裹这个header 来 想一下headerwrapper是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带样式的div标签 里面放了一个header字符串 那么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想看效果 大家看 哎 header背景色是不是变红了呀 可是这个56px呢 看起来很大 原因是我讲课的时候 把这个文字放大了 我把它恢复到正常的比例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继续的 做这个样式的布局 这里面的一些尺寸啊 大家可以自己 照着这个网站去量 怎么量呢 你打开你的控制台工具 点击 选中元素的这个小的框框 然后你可以选中元素 自己来看这个元素的宽高 进行这个基础的布局 我呢 基本上 已经对这个布局比较熟悉了 所以我直接就写样式 CSS不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所以呢 可能有些样式啊 跟官网的样式 稍微有一点点差异 大家呢 也不要太纠结 如果你觉得不够完美 自己呢 可以再调整一下CSS就可以了 那这些细节呢 我不浪费太多的时间 我们看啊 它的高度大概是58px 有一个一像素的边框 所以呢 head wrapper 我们去改写一下 高度是58像素 背景色我们不要 给它来一个border -bottom epx solid 背景颜色是F0 F0 F0 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上 大家看啊 这就有一条很细的线了 接着 我们来做这个 简书这个logo这块的编码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要把这个图片下载下来 图片另存为 我们存到桌面上 叫做logo表屏这样 好 文件已经下载好了 我们到桌面上 把这个文件放到哪呢 放到我们项目里 它有一个src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 我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statics 这里面我们放置一些静态的文件 我把logo.png就放到这里 好 紧接着我们看代码应该怎么写 我们说呢 header wrapper里面 你现在写的文字 header 其实在这里你应该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引入这个logo啊 那怎么去引入呢 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呢 使用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我给它起名 就叫做logo OK 可是这个组件有吗 并没有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 steal.js里面去引入这个组件 好 很显然 当前目录下的steal.js里面 你尝试从里面引入 但是steal.js里面并没有这个组件 那怎么办啊 你再去定义一个 名字叫做logo这样的一个样式组件 好 把这块复制粘贴下来 这个组件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A标签 大家想一下啊 你看这个网站 简书这个logo 点击它的时候会回到首页 所以它本身呢 是一个A标签 可以做跳转的 那么在我的代码里面 logo这个组件 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A标签 那这里我就写一个小A 后面呢 跟一个多行字不串的 这样的一个语法 它的高度是58px 没问题 我呢 让它做一个绝对定位 当然呢 上面给一个相对定位啊 position reality 这块来一个 position absolute top 0 left 0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宽度啊 好 大家看它的宽度是100 那么我们就这么写 其实这个高度 我们写成56吧 高度是56px y字是100px 当然你这么写 实际上是没用的 因为A标签 它是一个内联标签 你要给它改成一个block 块状标签 那怎么改呢 这块我还要加一个display block 好 我们看有没有问题啊 这块它的border bottom 就不要了 好 background 我们给它一个orange 先来做个试验 保存 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啊 这个区域就变成了一个橘黄色 OK 很显然我希望它的背景啊 不是橘黄色 是那张图片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有的同学可能想啊 我们应该写个url 去找这个图片 它在哪呢 上一层目录下的 在上一层目录下的 statics 里面的 logo.png 如果你这么去写 是肯定不对的 我们回来刷信一下 根本就不好用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webpack 打包的时候 它不知道这个 我们现在工程目录 是什么样的 它会把这个东西啊 当成一个字符串 所以呢 大家想象一下啊 你可以看我们的代码 我们找到这块 找去看 background呢 就是个字符串 向上一集 向上一的去找 你可以发现 现在我在这个 localhost的根目录下 你要向上一集 再向上一集 找到哪去了 所以根本就找不到 这个logo.png 那怎么办 我们呢 不应该这么写 我们要这么去写啊 import logo peak from哪里呢 from 点点杠 点杠 下面的statics 下面的logo.png 好 通过这种语法呢 webpack会帮你 自动的去 找到这个 文件夹中的图片 然后打包到这个文件里面 那么使用的时候 应该怎么使用呢 我们应该这么用 这里呢 就不再用一个字符串的形式了 而是使用一个dollar花口号的形式 里面写什么呢 写logo.png 好 这就是一个多行文本里面欠变量的一个基础的语法啊 大家以前也应该见过 这里面呢 我们要把这个logo.png放在这里 然后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 减这个字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这个图片背景图有一点大 它没有放在对应的位置上 那怎么做就可以了呢 background sizing 我们给它一个contain就可以了 保存 回过来 刷新 我看哪里写错了 background size 好 再来刷 简书已经显示在这里了 我们可以拿工具来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A标签 然后有一些背景色 有一些这样的样式 完全正确 接着我们回过来 继续来写 当我点击A标签的时候 不是点击这个logo的时候 我要始终让它回到首页 那怎么做 你可以直接在这写 href等于 首页 跟路径就可以了 我们呢 过来 点击 大家可以看啊 它不断的往首页在跳 不断的跳啊 这样写就可以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在这写属性 还可以在哪里写呢 还可以在这个 style.js里面去写 怎么写 也很简单 这个A标签后面 你可以跟一个方法叫attrs 里面呢 你给它传一个对象 这里面呢 你可以传一个href 传一个根路径 这么去写 也是一样OK的 写完之后保存 我们再回到页面下 点击减书 一样它会不断的 跳转到这个根路径上 所以呢 讲到这儿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style的components 如何去定义一个 有样式的组件 然后呢 外部再去引入这个组件 进行页面的显示 使用style的components 这个第三方模块的好处是什么 我想大家呢 现在看的就比较清楚了 你的样式都写在这里 实际上它是一个个的组件 它呢不会影响其他页面的这些组件的样式 也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页面用这个组件的时候 这些样式啊 只作用于这一个组件上面 它对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影响 所以会有效的避免我们写项目里面 潜在的一些可能的 CSS样式冲突的问题 这么去使用 绝对不会有问题 好了 保存一下 我们继续往下写 logo已经写完了 我们再去写中间这个区块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呢 实际上是一个居中的区块 我呢带大家直接来写了啊 我们写一个nav这样的一个组件 表示中间的一个区域 当然呢 nav现在是不存在的 你要先引入一下 从style.js里面也 style.js里面也没有nav 所以你要exportconstnav 等于style的点 我们给它一个div 它的样式长成什么样的呢 首先它的wise是960px margin让它水平居中 我们再给它来一个height 百分百 你可以给它一个background 来看一下背景色 保存 我们到页面上啊 刷新 好 这时候呢 它并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看问题在哪 constnav wiseheight background 拼错了 保存 没问题 我们下期 的 感觉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